现在的Antonio和其他三岁的孩子一样玩耍着嬉笑着 然而他是TK2关联DNA浩劫综合症的患病者 世界上仅有八人 其中四人在西班牙 但是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父亲Antonio和母亲Erena并没有接受这个结局 他们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 并在美国 他们发现了已通过卫生部门检验的实验性治疗 现在这个小男孩重新拾起了曾经丧失的能量 他的虚弱已经消失了 你无法发现这一切因为他脸上带着笑容 这是患有罕见疾病的人的共同需求 他们要求研发 要求公共部门来支付治疗 Antonio和Erena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在药品上花了四万欧元 安达路西亚政府已经答应他们的补偿请求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了七千种罕见疾病 在整个人群中非常不常见 在西班牙有三百万人患有这些严重的疾病之一 这背后有三百万个故事 Antonio的故事并不让人伤心 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